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看不到神、看不到神 怎样可以与神同行呢? 圣经告诉我们可以经历到神 神并不是很远的 圣经说到祂在我们前后围绕,按手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周围在一起 我们怎样经历到祂? 首先是悔改信靠耶稣做救主 耶稣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功 其实第一个经历 在所有信主的人 第一个经历就是 里面会有一种感动感动去信主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第一样实力的工作 就是感动自己会有一种动力去信主 而且信了主后 就会开始发觉有罪觉得不舒服 就是以前犯罪觉得没什么 但信了主之后也犯罪觉得不舒服 这个也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功 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那里说 保卫斯圣灵来到叫我们为罪、为疑、为审判 自己会责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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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自己会 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 就说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 没有人能够称耶稣为主 就是我们心里想耶稣做救主 这个也是圣灵感动我们 就是他会在里面有感动的工作 又叫我们知罪 好了 当我们多亲近神 爱慕神 是可以经历到几样的圣经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不得安息 就是有重担 祈祷是即时会觉得松的 平安 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人是觉得平安、平静 人亦都可以经历到爱 圣灵将神的爱囂灌在我们身里面 又可以经历到喜乐 圣灵的果子是人爱喜乐 圣灵的果子是人爱喜乐 圣灵又代替悲哀 圣经又说到神可以将喜乐示给我们 圣灵可以感觉到能力 圣灵一章八节那里说 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便便得着能力 还有神迹歧视 当你多七人神是常见的 圣经说信的人哪有神迹除着你们 信的人哪有神迹除着你们 信的人哪有神迹除着贪汪 就是奉我名赶鬼 手爱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我们是会看到邪灵的工作 又看到神的工作 是很真实的神是很真实的 当你越亲近神 譬如我一想耶稣 我里面就会涌流起落 我随时一想耶稣里面就会涌流起落 也会感觉到能力流过我 也会感受到爱 感受到整个人很舒服 不单止我为人祈祷那些人都会感受到 这个是神是可继续经历的 所以我们为很多人祈祷 他们初头有些未信 有些是信了 但跟神的关系没那么好 祈祷即时感受到 Joseph也即时感受到平安、清省 因为有些事情压住很多年 觉得压住、谷住 但一直松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见证 因为耶稣是很真 你想经历它更多 你就越多祈祷 放下罪、信靠它 用心灵 整个心很喜欢神 感激神 你就会容易经历 而且圣经也说到按手祈祷 圣经说到 摩西 约书下按手祈祷 约书是因为摩西曾按手 他的头上 他就被智慧的灵充 在涉兰主书也说到 按手的时候 是经历到圣灵的工作 你都可以 当你经历到 就可以很大改变 如果你继续保持 我自己在1998年时 有个报道家为我按手 好像电流那样涌入 即时有很大的爱 我感激 我很多祈祷 越多祈祷就越感受到 是随时感受到的 这是第一步你未必有 但你愿意为你祈祷 你会很快就会经历到的 最重要是要保持 在我们来说 其实我全世界不同的国家 我都去的 我去到那些地方 他们期望一样东西 就是期望有神迹 这就是本方 我根本我不能够产生 我自己不能够产生神迹 但是奉耶宗圆祈祷 真的看着人得释放 安慰 病得医治 每次去到都有人 有这样的见证 神就是这么真 神也都有客观的证据 圣经的预言很准确 说出耶稣 说出世界发生的事 说出耶稣的生平时间 他几时来 然后他被钉十字架 被钉之后 耶路撒冷毁灭 就是他将历史的事 先说出来 现在世界发生的事 圣经也都说的 让我们看到圣经是有证据的 我们都可以随时经历到神 和为人赶邪灵 也都证明有邪灵 有些人很明显有邪灵 有邪灵就证明有神 为什么呢 因为邪灵做不到这个 这么好的世界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有很多很漂亮的东西 DV真是很可爱的 但邪灵是令人很丑恶 想死想自杀 邪灵做不到这个世界这么漂亮 所以我们知道有邪灵一定有神 是很真实的 也有些人上天堂是有证据的 因为他们见到天堂的人 回来来说给家人听的时候 我摄录过 他们证实他真的见到这些 已经离世的基督徒 在天上 说回他们实际的情况 和家人的情况 他们家人就见证 他真的 这个叫王全道 在我网上也见到 一个经常上天堂 他是真的去见到天堂的人 他回来那些家人都见证 我特意去说服他 这些都是让我们知道 神是很真和可经历的 有些人经历很多 经常会见到耶稣的仪像 听到耶稣的声音 去到天堂 这些不是很多人容易经历的 但经历圣灵 差不多每个基督徒都会经历过 嗯 就是圣灵的平安、兴散、舒服、喜乐、爱 这些一步步会逐渐 就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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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